音乐 哈喽大家好我是格尔斯 欢迎来到我们的lookbook穿搭系列 今天的lookbook灵感是来源于最近很热门的韩剧女神降临 因为是校园剧的关系 所以服装方面是以高中制服为主 但即使是这样子 作为观众在观看的时候 完全没有那种厌倦的感觉 反而会有原来高中制服还可以这么搭的一个感觉吧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着韩剧女神降临来学穿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因为是高中的校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部剧都是以衬衫加灰色的摆着裙 做一个基底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做一些叠加跟搭配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短款背心 短款背心真的是塑造校园感跟学院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品 然后在剧里面呢 短款背心是分为两大类的 第一大类呢是以女主朱镜跟女儿袖珍为代表的 特点呢是V领的 然后是比较偏合身的版型 颜色是相对比较沉稳的 这种款式背心在剧里面呢就非常适合 像V领的白色的一个短款背心 然后袜子是这次穿搭的重点 你可以看到整部剧里面他们用超级超级多不同形式的袜子 像有过膝袜 膝下袜 中筒袜 短袜 但是颜色呢是以黑白灰为主的 然后这一套的袜子 如果选择的是一双乔麦色的过膝袜 如果你们是有灰色的过膝袜的话会更搭 然后鞋子的部分也是重点 像剧里面的话主要是以乐服鞋 然后厚底的马丁靴运动鞋 还有高帮反部鞋为主 然后这一套呢我选择的是一双乐服鞋 然后如果是怕冷的话还可以加一个外套 然后我自己加的是一个这个棕色系的偏宽松版型的短外套 然后第二套的关键层就是开衫 像侧布局里面真的运用到了超级超级多的开衫 开衫的距离他们选择开衫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通常都是比较亮色系一点的 因为像是高中制服 它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基础的一个套装是比较基础色的 白色跟灰色 所以这种亮色系开衫就能够让整套校服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闷的感觉 然后其实版型上面他们也是选择了比较修身一点的版型 这样子能够比较凸显身材跟腰线的感觉吧 所以这套呢我挑的是一个浅紫色的一个开衫 然后袜子的部分呢我选择的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小短袜 配的黑色的乐服鞋 然后第三个关键层就是毛衣、卫衣 然后像是以女竹竹竞为主呢 就是偏比较糖果色系的毛衣居多 版型上面也是偏修身一点的版型 然后以女三秀雅为主的呢 就是比较亮色系一点的卫衣跟毛衣了 然后版型上面呢也没有像是女主租竞的那么的修身 但是也是偏短款合身的一个版型 所以参考女三秀雅的穿搭呢 我挑的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毛衣 然后袜子的部分挑的是一个白色的短袜 配的黑色的一个短靴 但是如果你是有厚底的马丁靴呢 搭起来也非常好看 但是我没有的话我就先拿这个短靴来代替一下 但是效果也是挺不错的 好第三套的关键词呢就是马甲 但是马甲也是打造学院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 然后这种马甲呢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贝贝夹 然后它的特点呢是这种方领的 然后是双排扣的 那这种马甲通常都是比较修身的 这一套呢我搭了一个黑色的一个马甲 然后配了一个红色的领结 像是领结的部分也是重点 像是这部剧里面有用到各式各样 各种颜色的领结领带丝带 然后袜子的部分呢我选的是一个白色的膝下袜 配的黑色的乐服鞋 第五套的关键词呢就来到了外套的部分了 就是以女二袖珍为主的西装外套 像在剧里面女二袖珍真的穿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西装外套 然后这种西装外套的特点呢都是 感觉是偏比较厚一点点的款式 然后版线上面也是比较偏修身一点的感觉 所以这套呢我挑了一个千鸟格纹的一个冬色系的 也是秋冬款式的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里面搭的是什么刚刚提到的开衫 然后袜子的部分呢我挑的是一个黑色的膝下袜 配的黑色的乐服鞋 背上是女二袖珍的人物个性呢是比较干练 然后比较爽快然后又是学霸类似 然后她的家庭背景呢也是那种比较好的吧 因为算是豪门吧那种感觉 所以像外套这个单名呢非常符合她这个人物个性 也非常适合用来塑造跟展示她这个人物的家庭背景 然后第六个关键词呢就是以女主朱镜为主的 校园风外套 然后这类型外套的特点呢就是 版型是比较偏宽大一点点的 然后是有帽子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牛角扣 真的她穿的这类型外套 真的90%都是牛角扣的 所以牛角扣外套真的是打造学园风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因为我没有牛角扣外套的关系 所以我搭的是一个深蓝色的带帽外套 然后整个铁版型也是比较偏校园风的一个感觉吧 然后里面我搭的是一个粉色的开衫 然后配的是红色的领结 然后领结部分其实你们可以换变换更多样式的 但是因为我只有一个这个领结 所以你们就将就着看吧 然后袜的部分我选择是一个深灰色的短袜 配的黑色乐服鞋 然后最后一套的关键词呢就是运动外套 虽然巨里的几位女主她们在穿制服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配到这个运动外套 但是像是男主还有巨里的其他同学们呢 都有大量的搭配到运动外套的一个单品 所以这一套呢我搭配的是一个深蓝色的带帽的运动外套 然后里面搭的也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单品 就是短款背心 然后我挑的是一个黑色V领的款式 而袜的部分呢是黑色的中桶化配的黑色乐服鞋 所以乐服鞋真的是贯穿了我整套lookbook的穿搭 所以这就是我看这部剧总结出来的七个关键词 跟搭配出来的七道穿搭 好像是衣服的话都是我衣柜本来有的衣服的 所以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找找你们的衣柜 然后搭配起来 像是我们lookbook穿搭系列的组织呢 是用我们衣柜里面本来有的衣服 去搭配出无限的可能 然后再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更好的了解 我们衣柜里面拥有的单品 跟真正所需要所缺的一些单品吧 对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lookbook穿搭系列的话 直接点赞告诉我 然后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我自己剪的短发还不错吧 嗯